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我们要继续从2000多年前留下的文物入手 一起去探寻这两大文明古国在医学上的成就 2000年前古罗马帝国通定了整个地中海地区 成为古代世界屈指可数的大帝国 由于战争的频繁和残酷 古罗马帝国在发展出罗马方阵的同时 也形成了战场上的紧急救护制度 据资料记载 每支步兵大队必须配备有一至四名医师 每个军团或十支步兵大队必须要有一名高级外科医师指导 这是一张古罗马时期的旧医示意图 示意图上一名古罗马医生丹西跪地 拿着一个类似针管的器具正在给一位受伤的士兵治疗腿伤 不仅如此 意大利考古学家还发现 1800年前的医生已经掌握了食疗 药疗和手术等一系列治疗方法 有些医学器具的设计还相当独特 令人叹为观止 此次中华世纪坛举办的秦汉罗马展商 展出了一套主要用于医疗目的的手术器具 其中包括两个带肩钩的探测器 它们用来检查或清洗伤口和体枪 两个调药刀具具具有相同的功能 还可以把药液和药粉涂敷到身体受感染的部位 这是用于整容的镊子 用来整修打开伤口的边缘或取出伤口内的东西 眼前这件造型颇为复杂的用具 它有两对圆间的真空管 一对在上一对在下 这件古罗马公元一世纪时期的用具 到底是做什么用的呢 专家告诉我们 这件器具名叫四裂盘妇科检查器 是罗马时期同类器具中保存最完好的样本之一 它通过一个在罗纹的装置和连接到活动叶片 及主要罗纹杆上的梯形手柄 可以对真空管的张开与闭合进行操作 这些考古发现说明 古罗马时期医学发达的程度已经大大超出人们的想象 古罗马时期医生就已经掌握了较为先进的解剖技术 那么在同一时期 地球另一端的中国又有着怎样的医学成就呢 与西方医学体系完全不同的是 中医学以阴阳五行作为理论基础 将人体看成是气形神的统一体 通过望闻问窃四诊和参的方法 探求病患者的病情 针对不同的病症 医生又会使用怎样的方法进行治疗呢 这就是中医所独有的中药 针灸拔罐食疗等治疗手段 从而使人体达到阴阳调和而康复 眼前这套东汉时期的医药木剪毒 保存了完整和比较完整的医方三十个 所列药物近一百位 涉及药物学针灸学 是研究中医的重要食物资料 文物解读文化差异 共同闪耀文明之光 国宝档案讲述秦汉和罗马的医学成就 说到针灸 这是一种中国特有的治疗疾病的手段 针灸是针法和酒法的合称 针法是把豪针按一定穴位刺入患者体内 运用年转与提差等针刺手法来治疗疾病 酒法是把燃烧着的艾绒按一定穴位熏灼皮肤 利用热的刺激来治疗疾病 皇帝内经说 残寒生满病 其治已久 指的便是酒术 其中大量计数了针灸的理论与技术 河北满城汉墓出土了四枚衣针 其中金衣针均比现在的常用的衣针粗 这些针丙端成方形 针身圆形 丙上端有小孔 从针间的形质来看 就是用作针灸的豪针 随着人体经络学和针灸学的不断发展 到了北宋时期 宋仁宗命人铸造了 宋天圣针灸铜仁 据史书记载 铜仁体内的浮藏器官 被工匠们雕刻得栩栩如生 因此针灸铜仁不仅应用于针灸学 同时还可用于解剖教学 这比西方的解剖医学早了近八百年 有人说 手术治疗是西方人的专利 其实 中国人早在东汉时期就懂得刮骨疗毒了 三国演义上 对于华佗给关于刮骨疗毒的故事 就有过生动的描述 华佗是东汉末年的一位民间医生 他精通内科 外科 妇产科 小儿科 和针灸科 尤其擅长外科 后人奉他为外科的鼻祖 此外 华佗还发明了一种名叫麻痹散的麻醉样 动手术之前 先让病人把麻痹散或酒充服 等病人失去知觉以后再开刀 手术就会很顺利 作为实物证据 满城汉木出土了 医工盆 小型银漏斗 童药池 外科手术刀等器具 堪称现今保存最完整的一套 西汉时期的医疗器具 无论是中医讲求的辩证治疗 还是西医的机械手术 在两千多年前 他们都代表着当时世界文明的最辉煌成就 他们对人类的进步 产生着极其深远的影响 公元前三世纪 强大的古罗马帝国在西方崛起 就在此时 地处东方的汉王朝同样傲视成凶 那么这两个文化地域 迥然不同的帝国 是如何表达对已故亲人敬畏与敬仰的呢